土耳其强政民间组织台湾中心 成为当地灾民的临时收容所 也在第一时间发起了募款活动 但是有科技专家在网路上爆料 台湾中心日前替乌克兰志愿兵曾胜光募款 明明时间已经结束了 但是又重启 恐怕是有诈欺取材的嫌疑 对此台湾中心也发出了六点声明澄清 并表示说剩余的款项已经会给家属 不过曾胜光的家属却说 没有收到 狭小空间内收容灾民提供物资 这是台湾雷汉乐世界公民中心 长期在土耳其人道救援 这回震灾成为灾民临时收容处 也发起募款 不过却爆出争议 科技专家徐美华脸书发文 要公开台湾中心不为人知的一面 直指日前中心替赴乌克兰当志愿兵 不幸身亡的勇士曾胜光募款 家属认为捐款购要求提前结束 但执行长求正宇却拒绝 还警告会有严重法律责任 结束后要求家属时报时销 律师提醒这会有诈欺取材罪嫌疑 他才同意把募款全数交出 还有募款结束后又重启 查证后家属没有委托 也没收到额外款项 三胜光家属表示去年11月30 委托时间结束收到了一笔款项 之后就都没收到 对之后募款也不知情 但中心则回应三笔剩余款项都已经有做处理 台湾中心执行长求正宇日前才回台 为土耳其强证奔波求援 台湾中心面对质疑也在脸书粉砖做出六点回应 表示结束盛光募款后没有在执行线上募捐 有三笔民众的自行汇款随后也转给家属 现在回台是原定行程 以整理所有资源拿到签证后救回土耳其 然后钱要合法的方式到土耳其 做善事如今掀起争议 当事人都不乐见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